有关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朱昙宇 很高兴在这里跟你们见面 您觉得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教练 严厉我觉得不太说得上 我觉得属于是综合型 算综合型 我觉得我的什么样的 就是组队的方式 看人的挑人的标准 训练当中的安排 我更多的会跟我的教练组 我会跟我的团队 然后去一起制定计划 怎么样的会适合我们的球队 当然了球队里面 或者比赛当中也会出现 就是说队员犯错的情况 那么我觉得我的性格 就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的性格就是 低级的错误 我是不能接受的 我会用我的方式 可以去跟他去解释 可以去跟他沟通 希望他能够在第一时间 越快的去理解跟懂得 就是教练我的要求 然后去执行到位 与其他教练相比 自己的优势在哪呢 周琦跟郭艾伦 我觉得他们现在还是一个 就是在场上面打球的一个角色 他们所考虑的东西可能更多的 就是说在场上面 自己如果在场面去表现 或者说如何带领球队去取得胜利 而不是就是说在场边去观察整个球场上面的局面 然后去做出调整跟应对 那么大鹏的话他有就是拍摄上一季的经验 他也有就是说教练的经验跟身份在里面 对吧 但是我觉得他毕竟就是脱离了 就是职业赛场挺长时间的 三年四年三年多 所以相比来说我对这一方面 我对自己是也比较有信心 对吧 所谓这个教练这个优势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可以把就是球队的这一方面 职业球队的这一方面的教练的经验 能够就是在这个中益在这个娱乐节目里面 然后去体现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相信我 林七代组一支什么类型的球队 就是老中青结合 就是队里面有老队员 然后有终身带的状态最好的这种球员年纪 也有年轻的有冲击力量的球员 您的篮球信条是什么呢 自己的篮球信条就是 如果你真的喜爱这项运动 就请你就是坚持的爱下去 然后不要放弃 您的篮球偶像是谁呢 我不算是就是公牛队的死粉 但是有乔丹时期的这公牛队 我绝对就是唯一就是喜欢的这个球队 我喜欢就是看乔丹打球 如果乔丹的球技是1000分 你给自己的球技打几分 乔丹如果是1000分 我给自己打多少分 好难啊 如果乔丹是1000分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是200分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差距 或者说心里面对他这个崇拜 像这种差距 像这种遥不可及的这样的一个偶像 一个存在这种感觉 就是跟他差那么多 虽然大家都是打篮球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把我跟乔丹比在放在一起 去做一个比较 去做一个比是就是对比的话 我觉得这个差距是根本就不用去考虑的 会使用自己的三分绝杀 我觉得三分球是我的这个成名绝技吧 也是三分球让给了我一个就球员的一个定义 我的角色的定义 也让大家就是对于我的特点 当然也是从三分球去了解我去关注我 那么我也同时也是用这个三分球的这个表现 然后让大家记住我 比如说我的运动员的职业运动员的这个生涯这个成就这个辉煌 可以达到这个程度的话 那我觉得三分球绝对是占据了绝对主导的一个位置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用自己的这一方面的 对三分球的这个理解去引导 去给更多年轻的球员这方面的经验吧 也希望他们能够就是把这个三分球这项技能 可以去发挥的更好 可以就说去超越我 林杰的天赋和努力哪个更重要 我一直都认为就是天赋是最主要的 不是说努力不可贵 不是说努力不需要 但是我们都知道各行各业做任何的事情 就是没有这个基础 没有这个天赋的话 你不会就是做的最好 但是我一直也相信这个 不要藏着自己有天赋 觉得自己可以比别人优秀 这个差距可能会很小 但是但是如果你又有天赋又努力的话 绝对是高于常人 然后会让人景仰的一个角色 一个人物 您觉得搭档陈欣威如何 很有活力 然后非常阳光 对工作就是非常投入 也非常认真非常积极 这样一个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比如说队员累了时候 给他们加油打气 训练完以后累了以后 给他们滴滴毛巾滴滴水 就是给他们多一些这些 我觉得精神上面的一个温暖跟鼓励 还有加油吧 队员也非常就是喜欢他 对然后你看我们的训练里面 训练里面都会呃 就是带着他一起 就是有一些环节啊 都可以带着他一起玩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他可以给这个球队 带来很多活力跟快乐 对 想对其他战队说什么呢 就是我知道就是我的这个球队 在你们的心里面 你们已经非常惧怕了 我们的实力真的是非常强 所以你们才会想尽办法的去更改这个游戏跟比赛的规则 但是作为我们来说 任何的规则都不是问题 我们的目标就是冠军 所以都会把你们干掉 你们就等着吧 好 好